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鸚鵡小木屋 我是Jack 我是凝鵡 我們這個禮拜的影片非常非常的特別 也非常非常的有趣 我們經歷了一個禮拜的小工時期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呢 經歷了很多很多不同樣的工程 那究竟我們是為什麼需要去進行這些工程呢 相信大家如果有看到我們的頻道影片的封面的話 應該會相當的了解了 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們要看一間鳥店啦 小木屋要實體化囉 沒錯 我們那時候叫鸚鵡小木屋的時候 其實我在心裡面就有一個夢想 就想說 如果有一天我們可以從拍影片 從虛擬的 從網路上的 換到現實當中 可以變成一個實體的門市 跟大家見面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叫做鸚鵡小木屋啦 竟然這件事情真的要完成了 竟然要成真了 真的覺得非常的興奮 我們也到這個市政府呢 進行了商業登記 我們小木屋鸚鵡商行 準備正式成立了 而且我們核准的證書也下來了 沒錯 但是我們的店面目前呢 它的裝潢跟工程究竟如何呢 那就跟著我們一起 跟著鏡頭一起來看下去吧 本集影片由品皇貿易贊助播出 養鳥不緊張 好物找品皇 在台灣擁有超過40年歷史的特寵專業品牌 這是我們要開店的第一天 我們要把這件貨給清掉 然後我們要把目標 把這件所有的蘋果箱塞到這個裡面去 好多喔 我們開店計畫 請問一下要進行到哪邊 怎麼會這樣 這是今天第一天 要打爆這個房子 要打爆房子 是要先把這邊清乾淨 清好了嗎 現在非常的累 我們要先把所有的東西清到一個地方去 清到一個地方去之後呢 我們才可以找事工的夥伴 來把地板全部貼上新的磁磚 沒有 是Jack要先來把這個牆壁給打掉 對 我等一下要把這個牆壁給打掉 你等一下就要打了嗎 等一下如果清完就可以打了 後面還有紙箱喔 雜爛 現在這個是已經換了一件衣服 但又濕了一件衣服的Jack 前面的時候呢 我們蘋果箱都還在 現在呢已經變成這樣子了 全部清空了 欸還沒有全部了 已經清空不少了 很多蘋果箱都在後面 所以最近呢 Gonell的電商會先暫時的停止營運一陣子 那這段時間呢 我們會用直播跟在IG上面販售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要的商品也可以跟我們說 沒錯 然後我們現在各位看到的應該是已經 有一個樣子的店面了 沒錯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現在接下來會做什麼事 幹大事 這是今天晚上的11點半了嗎 我們從今天幾點開始 大概中午的時候 三四點左右開始 然後到現在呢 這裡已經從一塌變紙箱 被我們搬空成這樣了 明天就要來 要先把這片牆打掉 然後要來做地板的基底下 然後要來鋪地板了 今天是6月5號 對看我們到底什麼時候會完工 結果 看起來好累喔 在這邊看起來很鬧啊 來我們現在長什麼樣子呢 現在地板呢 平時塗完三層的彈泥 所以在星期四呢 就會有人來幫我們貼磁磚啦 然後捷克現在在幹嘛 在補塗啊 在補塗 對他帶上的油漆 對他帶上的油漆 是鋁門框跟上面這塊藍色鐵捲門的油漆 然後我們選的顏色是有點奶卡色 那可能塗一層應該不夠 應該要塗個兩層 所以呢 今天的工作就是這樣 然後明天 就會開始塗牆壁的油漆了 還剩螺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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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克啊 手痠嗎 嗯 快吃完了 沒勉強 還行嗎 還行嗎 可以休息一下再去一起 這是什麼顏色 薄紅的綠色 對淡淡的綠色 我們已經快要鋪完了 結果現在才來拍 最後一塊耶 傑克這兩天都超早來的 這兩天來做什麼 鋪地板小工 鋪地板 你負責磨水泥 幫忙塗後面的水泥 幫忙塗後面的水泥 好像八點到現在時間幾點了 現在已經七點快半 你快要十二個小時 延續工作十二個小時了 我以後看到瓷磚又想要哭 那我們已經快貼完啦 裡面已經滿滿的 已經要貼好了 太厲害了 好我們現在在騎我們油漆的第三層 距離我們店面完工 時間已經剩下不多了 明天呢要先把電商開啟 目前在現場了 凝子 好滋滋 現在都變成了油漆工了 好啦那以後如果飼料賣不好 玩具賣不好 全部都去刷油漆 都不會失業了太好了 那個瓷磚也完工了 然後青鋼架今天下午也完工了 現在今天我們弄了什麼呢 裝跟裝天花板補土 補油漆 對我們的瓷磚已經完成了 然後因為明天是618 所以呢我們把各式各樣的裝品 剛才先拖出來 然後天花板我們就今天把它 完成了滿大一部分的 燈也弄好了 色非常可愛 然後呢我們原本是藍色的 我也把它漆成這個非常可愛的 拿鐵的顏色 對然後牆上也都漆好了 這些鹿角爵呢 所以我本來種在家裡呢 現在要來開店面了 所以需要一些綠的裝飾 所以我們把這個鹿角爵 一起帶到我們英武小諾的店裡面 旁邊還有一箱呢 也是各種品種的鹿角爵喔 有種的北極熊 還有自己分租出來的一些側芽 前一陣子在封鹿角爵的時候 真的也是種了很多 那現在終於有店面啦 所以我們要把我一些 在家裡收藏的鹿角爵 帶到店面跟大家一起欣賞 今天是我們哺哺相當難得的一天 就是他第一次要用的外出神出門 因為他之前小時候 我們有點太晚給他用 所以呢他一開始用外出神 然後很緊張 其實我剛剛已經跟他搏鬥了一陣子 他現在感覺影響比較適應這個外出神了 只是他有點在抱怨 我們在抱怨 等一下出去之後呢 應該會好一點 就是他出門之後 轉移注意力 他就會知道說 外出神是一個 種上去就可以出門的東西 可以跟我們一起出去玩的東西 對 那我們今天也穿著我們的 金頭凱克的衣服 之前這個兩天就賣完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帶著哺哺 帶著這些小夥伴一起去 採買一些我們店面裡面需要用到的東西 他爸爸上車這樣吹冷氣想睡覺 因為剛剛東西忘記拿 回去拿的路上 我就讓他第一次嘗試 在外面 然後不是在背包裡的狀態 然後感覺他就覺得很欣喜 所以他就一直看一直看 他都沒有去咬他的身子 他可能之後就知道說 用這個外出神 就是可以跟媽媽媽出去玩 其實這也是很多人困擾的問題 就是到底你要怎麼習慣外出神 對 所以有時候應該是 世主要去克服那個 心理障礙 因為外出神還有一個重點 不要讓他扯到他的腳 就盡量用繩子的時候 就是讓繩子 順順鬆鬆鬆的在後面 他就不會一直去咬他了 如果你稍微把他拉得比較緊 他就會覺得不舒服 就會一直去咬 浦浦你好可愛唷 現在正在前往店裡的路上 讓適應外出神 需要一點適應時間 這個表情這樣子舒服 很喜歡初戀家 那時候 浦浦在我們頻道登場的時候 算是有非常多人認識他 因為當時我們走 我們去找到一隻白銀絲和尚 這個時候很多人都問我們 這個寶寶到底在哪裡找到的 下車了 然後我現在準備要去拆買 今天跟我們一起出來的 還有灰仔 說走就走 還出 那說走就走 出門前一秒拿 沒禮食突然帶他來的 現在到的這個是 諾曼蒂花藝家室 我們來調一下我們店面裡面 會需要用到的一些花朵 跟一些塑膠的食物 我們要來做裝飾 如果裡面有一個牆 這樣很超漂亮 要買放在那個 青鋼架網子上面的材料 為什麼這裡就有點像小木屋風格 為什麼後面那個 有點像你們的玩具 對 在這裡叫做花圈 在你那裡叫球圈 對 這鸚鵡鵡片台 對嗎 這邊大型的 你們不要把人家花藝店逛一下 鸚鵡用品店 送塔 這藤球 那會不會還有賣草 欸索拉球嗎 喔不是 這不是索拉球 這是一片一片 它裡面是寶地龍 整片坐在天花板也蠻好看的 植物風 希望我們影片出去 有廠商要贊助我們 各種的植物 這些都是人造的 現在就是要嘗試著 找各種元素 適合佈置在我們店裡面的 我們目前今天來台北市 是一個共沽的狀態 你的小鳥們都陪你來這邊共沽了 沒關係 你都帶他們出來放空也OK啊 然後回去再討論 我們要怎麼裝東西 我們的招牌就快完成啦 你說這個招牌叫什麼 戰鬥著落 什麼意思 這個燈也是非常的漂亮 像是星球一樣 超美好的 我們現在完成60%啦 天花板 到時候我們還會用那個花草裝飾一下 然後這邊呢 目前就是先堆滿了一堆貨 我們的店面計畫的第一集 我們花了大概一個禮拜的時間 我覺得速度真的是算快了 從原本的倉庫的形式 到原本的地面是薄實質的地板 然後到我們一起塗彈泥 一起做石磚 然後一片一片的把它劈接上去 然後到田縫 到做青鋼架做燈 然後一步一步一步的 過了一個禮拜來到現在 我們在過程當中 遇到了非常多的事情 也發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包括我還帶趴薩來到現場 那我也帶大家去樓上頂樓 去放飛活動 在過程當中呢 我們一邊就是 進行我們的生態教學 事情跟工作一結束 就馬上來到這個現場 有時候回到家 睡覺的時候 都大概一兩點了 然後再隔天 六七點再趕快起來 日復一日的 完成我們這一整個禮拜的計畫 那我相信這個系列 將會是維持一段時間 那也會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這支影片 就介紹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好奇的事情 也可以關注我們的直播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晚安掰掰